嗨大家好,歡迎來到的頻道,我是Huan 今天來開箱TP-Link他們新發布一款路由器 RTRO X550 上次我開箱TP-Link的產品,也是路由器 就是那個長得很像年輪蛋糕的DECO M4 那款主打的是Wi-Fi漫遊的特色 可以將多條蛋糕無縫穿連成同一個Wi-Fi 然後今天這款也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它支援最新一代的無線協議Wi-Fi 6 同時它也是目前搭載Wi-Fi 6的機制底 價格較為親民,面向主流使用者的產品 那Wi-Fi 6到底有什麼特色? 我們先來進行開箱,等會再細談 打開盒子首先可以看到一張安裝指南 接著是路由器本體 最後是變壓器還有一條網路線 網路線給的是CATS51的規格 可以跑到最大1GBps的速度 整體的內容物就是這樣 接著來拆模 可以看到有Intel的Logo 因為這台是搭載Intel的處理器 那先來說說外觀部分 這台AX50採用4根天線的設計 整體的外型是比較扁平的 在這邊部分有做一個對稱亮面的設計 整體有著不錯的質感在 然後在上方這邊有做斜線的散熱開孔來增強散熱 底部這裡也有大面積的散熱孔 路由器畢竟是無時無刻都在工作 所以有良好的散熱也可以延長零件的使用壽命 那背後接口部分 從左至右分別有電源鍵和開機鍵 1個1GB的WAN 以及4個1GB的LAN 旁邊還有一個USB3可以拿來外接儲存裝置 基本上它的外觀以及接口規格 都跟我們一般的主流路由器差不多 但它厲害的地方就在於搭載WiFi6的協議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WiFi6 它的原名稱叫做802.11X 它跟我們常聽到的802.11A 或是B、G、N、AC等等的 都是屬於同一系列的WiFi標準 只是這樣的取名很多人會覺得很繁雜 所以WiFi聯盟就把802.11X這個新協議簡稱為WiFi6 那為什麼要一直強調這項新的協議 它主要還是為了要因應蓬勃增長的無線設備而生的 WiFi6主要我覺得有幾個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更快的速度 目前主流的AC標準 它的理論速度大概在867Mbps 也就是每秒100Mbps左右 大概跟傳統的機械硬碟差不多 而這台支援WiFi6的AX50 它最快的速度可以比AC標準快到3倍之多 來到2400Mbps 再來第二個就是更好的效率 透過OFDMA技術能夠更有效的利用頻寬 舉個例子 假設訊息是用車子來輸送 那過去一台車子只能裝運一個設備的訊息 即使車子沒被裝滿但還是要照樣送 而OFDMA技術就可以讓一台車子同時裝用給不同設備的訊息 然後再一趟把它送完 如此一來它的效率就會改善了 那第三點是可以支援更多的設備進行連線 透過MU MIMO技術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念 那這個技術它可以開啟多個空間串流 進而大大的增加它可以承載的設備數量 現在家裡的人手以及智慧型手晶晶不稀奇了 有些人還會有平板電腦和筆電 以及智慧型的生活周邊 比如像是智慧音響、電視盒、智慧電視 冰箱洗衣機等等各種周邊都有連接WiFi的需求 甚至我覺得以後連老人的假牙或是地板的石磚 說不定也可以連接WiFi了 所以WiFi等於是為了日漸增長的無線設備而提早做的準備 提供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效能以及更多的連線設備 那接著我們就來做個簡單的安裝 先連接上我們的電源線以及網路線 現在路由器都做得很智慧化了 直接手機來就可以設定,不用一定要連接上電腦 那這裡是直接下載TP-Link他們的App Taylor來進行設定 那設定過程超簡單,接著按下一步就好 連胚胎都學的會 所以我這裡就不特別贅述了 設定得好好進入介面 這裡可以簡單的看到路由器的狀態 以及正在使用的設備 然後像是家庭照護功能也是一定有的 你可以去設定設備的使用時間 什麼時候可以用啊,一次用幾個小時 然後也可以禁止設備去訪問一些比較感性的網頁 來防止小孩子對於青春期的不當自我探索 可以說是小孩子一致公認最可恨的功能 很慶幸自己不是生在這個時代喔 那安裝好就可以簡單來實測一下了 首先我跑了一下網路測速 在房間內測強度為-18dBm 接著我移到隔壁的房間 在距離路由器約8公尺的地方再測一次 強度在-41dBm 有降了一些,但還是在很穩定的範圍 接著我又跑到我那層樓最後面那間房間測試 我家這裡就是普通的透天 三層樓的大小約40坪左右,長方形的格局 然後路由器放在最前面的地方 這次我距離路由器大概15公尺,隔了兩道水泥牆 這時候強度來到了-53dBm 這時候來跑個速度測試 測試結果下載和上傳分別有60和40左右 雖然它的速度有下降,但是網路還是穩定的 所以代表說這台AX50它的訊號是可以涵蓋一般的透天 整個樓層的 那換作是一般大樓的話 那種格局比較方正的,它的覆蓋效果會更好 接著是傳輸速度測試 這次的測試我使用支援Wi-Fi 6的C8H主機板的做測試 從我的NAS上下載資料下來 那可能受限於無線傳輸會有外在干擾 以及NAS本身讀取速度的限制 所以整體的速度維持在每秒70Mbps 也就是大概600Mbps左右 不過傳輸的穩定性倒是表現得很好 不太會有忽快忽慢的波動 對於資料的傳輸來說是蠻不錯的 總結今天的體驗 我覺得這台AX50在Wi-Fi 6的最新技術支援下 網路的連線速度是很有感的 但因為我的Wi-Fi設備不多 沒辦法讓它可以一次面對十幾台設備同時進行傳輸 它完全就是呈現一個很納涼的狀態 不過這樣使用兩個多禮拜下來 到目前為止整體的穩定度是很OK的 不會有突然斷線或是掉速的問題 那最後來聊聊它是否值得入手 我個人會覺得,如果你只是一般家庭在做使用 設備數不多,而且只有看個影片上個網的話 那一般SE標準的路由器是可以應付這樣的需求的 並且價格上會再更低 但考到之後,你有需要更快的網路連線速度或是設備數更多 而且在未來Wi-Fi 6的相關設備 比如手機、平板、筆電等等 也會日漸普及的情況下 那Wi-Fi 6的路由器是一定值得你入手的 它可以為你之後的擴充需求來提前做好準備 那記得分享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的話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 ame menu aron